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vlog 我是紅果球 那今天我們要做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這台小V啦 那因為我知道這次的影片一定有點無聊 對 小V的影片 我拍的時候就已經知道應該不會太多影片了 那假如各位對這台小V有興趣的話呢 應該不會有興趣 好 沒關係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修理小V的這個東西喔 那我們小V的這個鎖點已經爆炸了 對 它的鎖點已經爆炸了 所以我現在就想辦法把它鎖點給它搞定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裡面應該是有個鐵片斷掉還是怎麼樣 總之現在就再來維修它就對了 那 就這樣開始吧 我要說全是不堅穩的人 我不堅穩的工作做著不堅穩的夢 我用不堅穩的心等落不堅穩的人生 是誰會贏 堅穩不堅穩 是誰會贏正確不正確 你的堅穩也只是相對 我的視頻不需要擦截 OK 費盡我們的千辛萬苦 終於把一根螺絲拆下來了 對 但還有一根 因為另外一根也划牙了 那我想看有沒有辦法用剝的方式把另外一根拆下來啦 那既然要拆的話 我想先把這個後照鏡拿走好了 要不然有點礙事喔 下面這個在這裡 一樣是跟這個一模一樣 就是完全就是鎖太緊 然後導致現在打不開啦 好 那我就去試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把它打開吧 要不然會別人放過 現在的小胃進泵來 已經放過了 我會變成金魚 今天會把這個 straight去看 我會來大火線打開 現在的小胃進泵來 我會被抓到 我會給你吃大的小胃進泵 來開啡 我會玩些金魚 我會玩些金魚 超胃進泵 哇 各位看這個 哇 好慘烈啊 這個一般人最好是有辦法弄起來啦 如果我沒有這些工具 我最好是有辦法把這個弄起來啦 這台車真的不是人在修的 難怪汽車廠都不修 好 那把這個拆開來就是為了要修我們的大燈 因為我們大燈開關應該是壞掉了 斷掉還怎麼樣 總之終於把它打開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好啦 那我們剛剛為了要開箱 上面這個螺絲所以把上面這個螺絲鎖起來了 好 它居然是完全分開的耶 那沒有意外的話應該就是 上面這個地方啦 出問題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研究看一下它出了什麼問題吧 OK 那我把它拆開來研究了一下 發現它應該就是很簡單的鐵片跟銅板 然後去觸碰到它就會導通 導通之後就可以 銅電過就可以發亮了嘛 那自己為什麼不會亮呢 我猜是這個鐵片有一點問題 把這個銅片的地方給它重新磨亮一下 看這樣有沒有辦法讓它接觸正常啦 OK 那我剛剛做了測試 發現的確沒有錯 它就是那個接點接觸不亮啦 所以才導致它的燈都不亮 那我把它磨一磨之後發現它還是接觸不亮 這個接點應該做的不夠凸 然後品質太差了才會這樣 所以我現在打算用焊錫的方式把它焊出來一點 看有沒有辦法挽回它 那我終於把它弄好了 那對 沒想到一次就成功我非常的欣慰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那首先應該是開小燈的時候屁股會亮 但是因為我這個大燈地方沒有小燈嘛 所以小燈是不會亮的 那我們來測試看看吧 首先先開電門 好的 那首先我先開第一段 第一段是小燈模式 應該是只有屁股會亮而已 第二段是大燈模式 應該是都會亮 噢 屁股會亮嗎 好啦 那看來它還是很接觸不良啦 對啊 它看起來還是蠻接觸不良 但是應該是可以啦 對 因為焊息超麻煩的 所以說我不想再搞了 就這樣把它裝回去 好的 那我現在就是要把它裝回去 那這個東西實在是非常的神秘啊 它這邊只有三顆螺絲 然後三顆螺絲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說 對 我猜的時候 我特別記一下那個螺絲在哪裡 應該就把它裝回去齁 然後裝回去之後 應該有再測試一下能不能用啊 如果裝回去不能用 我應該就會 嗯 把它這台車砸了吧 呵呵 好的 那我剛剛用的時候 其實我就感覺擋點被我敲斷了啦 我是擋點就在這邊啊 被我弄斷了 那沒關係 沒有擋點 基本上鎖回去也是可以蠻牢靠的 唉 終於可以把最後一個步驟把它鎖回來啦 希望裝回去還可以正常使用啊 我超怕全部裝好之後發現 欸 它又可以做不良 好了 那現在這兩個螺絲 就是我另外去配的 那本來想說要弄兩個一樣的 但是 心力憔悴啊 所以說不管啊 能裝就好了 把它裝回去吧 這東西其實根本就不用鎖這麼緊啦 其實它都有板點 我也不知道它本來鎖這麼緊 緊到完全打不開 稍微調整一下把它鎖緊就好了 好 OK 這樣一下就可以了 把我們的後套鏡裝回來 Yay 大致上完成啦 我們開我們的大燈 Yay 前套多少亮 煞車 好 煞車也正常 喔 現在嚇我啊 讓你的煞車壞掉了 好 試試看看 喔 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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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燈很微妙啊 這大燈超級微妙的 我都還說的 好啦 說法呢 總之這樣總算是可以合法又安全的上路啦 對呀 這大燈本來就是拿來照顧的 就是當個警示燈給大家知道 你在哪裡可以啦 OK 好 那我現在就幫這台車 充一下電灌個氣啦 因為它也放很久 沒有充電跟灌氣啦 好的 那最後就是一些 detail的部分 就去我們的籃子要裝回去嘛 雖然這個籃子還蠻爛的 我也不知道它 裝這個籃子 到底有沒有規劃過 那還有就是這個殼啊 這個殼不小心被我弄斷了 那個 車殼的部分已經被我弄斷不少了 因為這台車真的很難拆又很難修 所以說 北宋然後就都凹很大力 所以就斷了不少 那 斷掉的部分呢 就算了吧 那至於這個好的部分呢 我們還是要把它裝回去的 不是起擋太長 OK 那我們機會難得就 順便來給它打個氣吧 那它的氣嘴在哪裡呢 嗯 消氣消得真快啦 應該是這個框 非常的不遠啦 所以說它會消氣消這麼快 OK 打高一點 希望它可以撐久一點啦 唉唷 這種螺絲我跟你講 就是廢鐵 讚喔 OK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拍個燈 燈燈 超亮的啦 好的 那為什麼這個影片到現在才做結尾呢 沒有為什麼 就是單純上次沒有拍吧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我是當兵前的時候 在拍這個影片的 所以那時候很多影片都拍一半啦 然後沒有拍到最後 所以說這一片也是其中一片而已 對 理由都這麼簡單 那這台車呢 從那個時候放到現在都完全沒有人騎 也不是完全沒有就是幾乎沒在騎啦 所以現在那個 又消風消得很嚴重 我們的輪胎又消風消得很嚴重 可是它是可以正常的行駛 它是蠻欣慰的啦 那整修的部分呢 就在那邊到一個段落了 那以後有 當完兵有時間有機會 再把他的龍頭珠碗換成新的啦 那這台車的理論上來講 這樣應該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大問題的 那大燈也修好了 也算是可以比較安全的正式的上路了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那就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如果想看更多機車相關 汽車相關以及一點點電腦相關的影片的話呢 那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對了 現在騎電動機車也是要帶安全道的喔 consultant 好 畫面 �